北京时间1月28日 在CBA常规赛当中 广东队最终是以101比108输给了上海队 这样一来广东队的连胜势头终结 尽管威姆斯今天复出 也没有能够帮助广东拿下比赛 比赛最后时刻广东队出现争议的一幕 球队在有机会犯规和抢球的情况下却突然放弃了 这样的举动让人无法理解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说出你的看法 谢谢 这场比赛广东队开场就被对手压制 上海队用疯狂的三分球淹没了广东 他们第一节就火力全开 最终全场比赛上海队投进多达15个三分球 其中罗汉琛和富兰克林联手投进5个三分 彻底把广东给打垮 广东全队才进了9个三分球 比赛的最后时刻 场上出现争议性的场景 广东队在落后20分以上的情况下 奋勇把底分给追了回来 打到35秒的时候 一剑年上篮命中 比分来到了101比105 广东队只落后7分 重新看到了赢球的希望 虽然35秒的时间比较少了 广东队需要三波球权才能够将比分拉回来 但毕竟广东多次有过上演大翻盘的经历 而且他们前场疯狂抢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广东队精英进出的情况下 并不是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但这个时候广东队却出人意料的并没有叫三婷 也没有进行前场的逼响或者是凶狠的爆炸 而是放着让上海队的李天荣带球带了过来 上海队足足把这24秒的进攻打完 有的广东队员想上去扑房 也有的广东队员呆在篮下不动 队员们思想不统一 整体就比较犹豫 就眼看着上海队把这24秒的进攻耗完 然后完成了一次投篮 投篮没有投进 结果广东队没有人去抢这个后场篮板 被对手给拿到 对手耗费时间 广东队这边莱多想上来造犯规 但是看到其他的队友根本没有想动的意思 所以莱多干脆也放了也不打了 这样上海队将时间耗完 广东队就此输掉了比赛的胜利 对比过去 我们很少看到杜峰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选择投降 尽管35秒的时间看起来有一点吃力 但是以广东队过去展现出来的 顽强防守的态势 往往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对手 那么一两次失误 让对手在发底线球的时候出现问题 显然杜峰不会因为对面执教的是自己的恩师 李春江就放弃防守策略 那么为什么广东的战术打不出来呢 这一点很耐人寻味 赵瑞的缺席是一方面 另外就是这个赛季 是广东现在看起来问题最多的一个赛季 拿到了三连冠之后 广东内部年轻球员成长 甚至成长为国家队的关键人物 老将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这样不同的纠葛之下 如何能够做到平衡 对于杜峰来说 现在看起来很难讲 毕竟管人的事情永远是世界上最难的 很多年轻球员成长为了